美國人現在在徹底的被剝削當中 高昂的油價只是其中一部分 隨著油價上漲代表所有物價都在上漲 同樣的東西可能價格一樣包裝一樣 但是裡面東西變少了 可能商品整個變貴了 還有你可能到商場你要的東西根本不存在 因為商家根本就完全不進貨 因為卡車運費太高了 這樣子的事情在美國到處發生 這些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拜登做的決定 停止了就是美國的國內油管 停止石油開採執照 鼓吹不完善的綠能 還有對於俄羅斯還有烏克蘭的政策 都造成了美國人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糟糕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白宮發布了勝利宣言 因為油價這幾天下滑了40 cent 如果今天一個賭徒 他把他的房子車子還有家庭 都輸光了然後上個禮拜去贏了200塊錢 有人會認為他贏了嗎 不知道我從來不賭博 我連跟別人打賭都不會 我認為我跟一般的美國人一樣 我不太在乎油價再用多快的速度改變 降低或之類的 我只在乎油價是多少 拜登剛就職的時候 美國平均油價是兩塊三毛九美金一加輪 六個月之後也就是一年前 平均油價是三塊一毛七一加輪 那今天那今天是多少各位知道嗎 在這個有史以來最快速度下降的油價 降價之後我們今天平均的油價是四塊二毛二美金一加輪 這代表了我們的油價跟一年前比起來 漲了30% 這同時也表示跟拜登上任之後 比起來我們的油價上漲了76% 要記得的是這個數字是灌水的 這個價格是他把美國戰略儲備石油 大批大批的賣出去來的價格 這個平均40cent的價格是美國一天失去 100萬桶的石油的這個整體國力而灌水的 而且這個會一直持續到11月的選舉 因為這些人知道整個民主黨 都會被油價搞得死死的 所以說他們用美國整體國力 來救他們的其中選舉 他們真的都認為全美國的人都是智障 你不應該這麼抱怨啊對不對 油價哪有怎樣怎樣怎樣 現在經濟多好啊 因為你看上個月的油價下降了多少 對我們加里福尼亞人民共和國的油價 從8塊錢掉到了5塊錢 的確是降了很多 但是跟兩年前的2塊錢比起來 還是高了3塊錢耶 你腦子有動嗎 好棒喔 你讓油價漲了5塊錢 6塊錢 現在掉了3塊錢 而且還是削了美國一天100萬桶石油 一直到11月 這個樣子叫做進步 這個樣子叫做你們的策略成功 現在全世界都要打仗的時候 你叫Nancy Pelosi去台灣 東歐已經在打仗了 以色列跟伊朗快要幹架 北韓已經說要設核武了 然後你要在美國戰略儲備石油用盡的情況下 叫台海也開戰 這個樣子叫做你棒棒 全世界都緊張 只因為你這個老人癡呆的政策造成的 全美國大師寫 然後你在上面貼個OK棒 說不但你很健康 而且還是他醫治了你 你怎麼可以做到 你怎麼會做到 你怎麼會做到